各位朋友好,我是陈军卫 今天就让我们正式的进入实战工作与学习英语相结合的完全实战阶段 在两年前我在买这个超级本的时候 我就有点想到了可能我很快就要进行这个做英语方面的这个内容的制作 对中国大陆的这些朋友来说 基本上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是占绝大多数的 所以我的操作系统最好要跟他们一样 这样的话就是我在测试各种软件做各种调试的时候 我到时候可以积累一些更多的经验 有的是属于苹果的Mac系统的 那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如果有需要补充的话 也许有一天我差不多的时候有做一些总结 我后续的话如果能补充再做补充 现在我在电脑的就日常的办公环境的操作系统 我是以Windows为主 这个课程的话主要是 一个Windows系统里面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Linux系统的话倒是比较简单 而且你在你的Windows这样的同样的这种PC 个人电脑上也可以直接安装这种另一个系统 只要你有兴趣你自己装了都可以直接体验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那个苹果的那个生态我不是很了解 我们就以Windows系统这样作为主要的一个工作工具 然后我重点今天来就要讲这个Windows系统环境之下的各种应用组合 然后把它变成训练成为我们工作的就像一个智能的电脑一样 又能工作同时跟学习英语两不五 两项事情同时完成 在当前的这种目前国内的这种互联网环境之下 那么基本上你没有翻墙 基本上什么事都别想做成完全什么事都做不了 可能如果我一般现在也不存在说这种翻不了墙 因为我们有很多策略可以调整到基本上永不间断 然后都能够高效的这样上网 那前两天因为我发布了在英语的第11期和第12期两期 有专门讲究如何解决这种网络反火墙的问题 如何高效的翻墙 但是我视频发布出去以后 就是导致我现在在国内 那个抖鱼的网站里面被封了 然后的话重新再注册也不通过 因为我以后也没有机会在抖鱼做直播 因为身份证它已经捆绑了 你重新再注册的用户名 你要开启主播的这样功能的话 它还是要有你的身份证 然后身份证因为已经捆绑了 原来老账号 然后它又不能接吧 其实就是不让你做了 就没得直播了 所以我抖鱼以后就没办法直播了 我也不想其实国内有的网站 慢慢也不用了 然后如果现在大家 如果现在在国内的网站 因为国内的网站 我在腾讯的视频里面 可能现在还在 然后优酷我原来发布的 也其中有一级好像 就是第十二级已经被删了 第十三级传上去也自动遮蔽 然后再传又是这笔又是这笔 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传得了视频 如果不行的话 就是大家以后记住 还是翻墙只要协会了就行了 以后就已经是自由的了 再也不需要在国内里面 这样说句话就封嘴 动不动就一个交付 把你嘴巴封上来 这样的环境里面过日子了 就能翻出来就翻出来 但是我有的时候 在国内的视频网站继续发布 其实就是为了兼顾 因为不是考虑我个人 我要保证就是我的 一些有效的学习的方法也好 或者其他的技术 或者英语学习的方法也好 就是要传播 但是在国内 如果大家连翻墙都翻不了 你发布在海外也没有用 所以有的时候 我倒是没办法 那你现在生活在这个国内 有的时候就是尽量配合的网站 就是有的他既然完全上传不了 就有的就不上传了 免得老被封老被封号也不是办法 但是你要看到我完整的内容 我建议大家就是翻完墙以后 赶快在YouTube这个网站上关注我 你就直接找到我内容 就很简单 打开YouTube的网站 然后的话 输入我的名字 输入陈军卫 回车一下 你就自然就找到我了 那在YouTube发布视频的话 是不会有切掉了 那在国内有的内容以后 你大家看到 比如说 我现在做了 比如说有第一期第二期一直连下去 连续的都有编号的 然后到了第十一期的时候 忽然发现没了 然后第十二期又没了 但第四三期第十四期又跑出来了 那中间丢掉了两个两集 肯定不是没有 而是不允许发布了 或者说已经被删除了 被封掉了 所以大家在YouTube上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那种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 就是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我这里推特 推特也一样的 就可以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陈军卫 你就陈军卫 或者说就直接看推特 推特就很简单 就直接at 然后这个陈军卫com 这样陈军卫p com 你就赶快添加我 然后内容就以后不会切了 翻墙一辈子就写一次就会了 就是第十一集跟十二集 把它花一两个小时给它 撕透它 就终生就告别了这种这种网络翻墙 随便随便它怎么玩它已经挡不住了 你又按了两集 一辈子的时间为了不要在家嘴巴捂住 眼睛蒙住 就花两个小时值得的 赶快花时间把这个技能给它掌握下来 然后以后的话 我随时发布任何内容 或者说你想要了解世界上任何消息 你就可以自由自在的来回 就是自由的畅游互联网 跟在海外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大家建议大家刷紧时间 把第十一集第十二集 大家看这第十一集跟第十二集 这两集一定要写 一定要写 一定要写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若在国内的话 你连这个两个小时 你都不愿意稍微花一下的话 那我就实在我也不知道想不出什么办法了 因为你如果 我有的时候 特别有的像 一些跟技术有关的吧 比如说 有的是写 计算机专业的 那你如果连翻墙都不会 或者说你就 做外贸 或者这些贸易有关的 你连翻墙都不会 搞科研的 那你怎么有可能写 你怎么有可能跟这世界打交道啊 这东西我想也都觉得 不可思议啊 特别写计算机的 分分秒秒都 都都都要联网 没联网的话 你现在目前国内哪有技术啊 哪有国内现在哪 很多人都 哎呀都都都都不做这种真正的科研 这块都不做了 是吧 完全就完全就浪费时间了 生命都浪费在这些小事方面上去的啊 然后所以翻墙这块抓紧时间赶快该写的东西掌握下来 值得你去做 值得你去做啊 就是总共有两集第十一集和第十二集 第十二集更重要的讲如何去把它下载的例子 然后就是如何安装然后一些细节 然后包括你的软件的存储 第十一集的话就讲眼里 让你整个悟透他 他这个互联网是如何去封锁 他采用什么方法 然后我们如何绕过 有效的绕过他 同时的话你有多调 多调去到让他永远的封不了啊 这个技能学一下 就花一两个小子值得 然后以后的话就 你可以尽可以在YouTube直接关注我的视频就好了 我有的国内因为我老审查审查不通过 而且动不动就是这样封号啊 这个这个给你删除你的内容 那你你生活都浪费掉了 就如果大家都翻出来 我就不想在国内发布内容了 是吧 浪费时间了啊 就这点 然后翻墙完以后 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常正常人的一个状态 那第一步我们先来 对整个电脑的系统 先稍微改造一下 就是有的可能安装了 或者现在当前所使用的电脑系统 有的是中文的系统 然后我的建议是 不管你是用电脑还是用手机 你都一次性就直接变成英文 纯英文的电脑系统就好了 或者手机也一样 你就直接变成纯英文的系统好了 那大家平时都在 一直都在使用这种温度设置操作系统 那已经使用很多年了 大的几个框架 基本上也心里有点素 那么关于其他的一些细节的话 我们通过技术来补充它 然后如果要是有碰到不懂的一些单词的话 随时我们查它 然后同时记住它 那我们现在 反正我在这个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会一步一步给大家讲 整个过程 现在我们先立步 先直接先把它变成英文系统 也许你现在目前当前所使用的系统 已经是中文的 我们先把它改一下 那我这电脑是现在目前是英文的 但设置的通路都一样 就点击这个左下角 这个地方就是Windows这个图标 点一下就点击开始这个图标 然后这里有个齿轮按钮 对不对 Setting按钮 这个点击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选择这个Time and Languages 点击进入 进入以后 在左侧栏这边有个Region and Languages 这个地方 就是区域和语言 选中它 如果你的系统刚开始装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那个中文系统 那你本身界面有中文的吗 在这里面 大家看到现在底下这里 当前有两种语言 一个是中文的 是我们正常使用的中文 另外一个是英文 英文是因为我原来装的时候 可能是中文的 然后我自己新添加了一个英文进去 那整个添加新的这个语言 如何去添加 我现在示范一下给你看 其实这是英文的 我现在随便添加一下 其他的语言再试一下 这个是英语 其实都是英语 但是英语其实有分很多很多个地方的 比如说有印度的英语 有英国的英语 有加拿大的英语等等 我们现在我就以添加一种语言这样方式 稍微做示范一下好了 点击这个add languages 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是中文的 你一装完系统就是本身就有中文的 这个时候你就添加一个add languages 然后就这里面显重它 一直一直拉 拉到这个或者自己输入 比如说英语的话 英语的话英语是可以的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这个英文的不同的地方的英语 那你就选中一个比如说像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其他的加拿大呀是吧 这个地方你就选中一个然后点击install就安装它就可以了 安装的时候它包含了这个set as my window display languages 就是界面展示的话 就英文 英文需要展示界面所使用的语言 那是英文 另外一个就是应该有个语音包吧 speak speech这个语音包41兆 反正就不用管它点击install 然后等它自己去下载 下载完成以后这个就可以使用了 那我就不需要再装了 因为已经装过了 我就不装太多种异样的 反正没有什么其他技术 就点击install 安装完成以后 因为它在这列表里面就多出了一种语言 就多出了一个英文的语言 如果已经有了两种语言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面设置了 你看这个上面的地方 这个有个region and languages 就是这个地方主要就是提供资讯的时候 你希望选择的是哪一个国家的 比如说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哪里 这可以选择一个国家 就比如说它这个系统里面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新闻的板块 它会给你一些新闻 或者发送一些资讯之类的 它有针对性的 所以如果我在中国可以选择try呢 也可以选择united state等等是吧 这个选择一个对应的 所谓的区域的 然后也可以自己选择 自己选择你到底想要用哪一个区域的 这里下这个languages languages window displaylanguages 就相当于说你的工作界面 你想希望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因为我现在目前不是已经安装了两种语言吗 我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语言 假设我要选择中文 那么我就选中它 选中完以后呢 这个时候就完成了 当我一会退出来以后 然后电脑重启啊 或者说注销再重新登录的时候 这时候就显示的是中文 那我也没有怎么使用中文 然后以后的话就是尽量 我们要让它整个环境始终都是英文的 所以我就不再试这个 你自己去试一下 只要装了以后 这就有很多种语言给你选择 然后选中最终要要显示的那个语言选中它 然后就完成了 这个现在目前的只要完成了这一步的话 你就整个系统电脑的系统就是存英文的了 然后我们再返回来 再返回来啊 现在第一步已经做好了 就先把系统改成英文的这第一步 我们的操作系统之中呢 需要用到这个系统到时候 就需要用到它那个系统里面的语音引擎 来帮我们老读文本啊 或者以后那录入文字的时候啊 需要用到它的语音引擎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安装一下语音引擎 在你在使用这个Microsoft的这个操作系统的时候 你安装了这个系统的时候 再加上你安装语就是启动了两种语言的时候 它已经提供了这个语言的语言包 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使用官方默认的语音的语音包 也可以直接可以朗读 也可以借用它的语音引擎来进行这个 这个以后录音的时候录入录入单词 让它同时发音 因为我们始终在学习英语 需要始终要听到它的声音 或者说需要它朗读嘛 所以语音引擎非常重要 我们先暂时来先看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系统默认的语音引擎 包括它的声音效果 大家看一下 我们再返回到这个刚才的设定界面里面 我们再观察一下看 还是设定点击进入 进入里面的话 这个里面呢 有个还是time and languages 这个地方 底下这边有个左侧边 这边有个speech speech就是语言 就是说话就是麦克风 看看扬声器点击它 点击以后呢 大家看到这个test to speech 这里面呢 已经有提供了好多种这种语言 看看这里面 这个voi 这个底下有这个 Microsoft的摇摇 这是中文的 你可以随时预听一下它的语音 这是中文的 那英文的也有 英文也有这个 Microsoft的David 点击 都可以稍微先听一下这个语音效果如何 包括这个 还有一个这 这这么多种大家都可以逐个试一下 可以都可以试一下 那在这个官方默认的这个语音的话就是 现在来讲就windows10以后呢 这个语音引擎的话 音质都算还是不错的 但是 真正的跟那种的音质非常好的这种 语音引擎的话 语音引擎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所以 一会我们要去安装一些更加接近人声的这种语音 高清晰的 然后接近人声的这种语音引擎 我们要把它装到我们的电脑里面 我还是给大家稍微先稍微预听一下就是 寻找这个软件然后把它安装下来 大家看这里我现在用其他软件看这里 这个软件 我现在就暂时吧 我就先随便拷贝一段文字吧 举个例子 随便拷贝一段吧 假设这个这是一段文字 中文就无所谓了 中文反正我们都懂是吧 只要能大概听到声音就可以了 但是英文的话 因为你现在正在刚刚开始学习英语 所以对发音方面 你需要找个好的语音引擎 方便你来模仿 如果你所使用的这个当前的语音引擎的时候 如果发音的话不清晰啊 或者等等这情况的话 肯定会影响到你的模仿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语音引擎 一定要纯正一点 发音要接近人声的这样的语音引擎 作为我们的首选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内容拷贝到这个朗读版这边来 那这个几个刚才那个官方默认的这个 啊 麦克苏夫的这个几个我们就不试了 刚刚听过 我再顺便给大家看看这个 另外一家的语音轻的哈 这个Kate这个我们先听一下 大家可以听一下声音的效果对比一下 我再录制这个声音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现在是没办法听到这个系统的声音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对比一下音质 我再写另外一个影响 也 complain 大家看哈 那是 agonizing 的这个地方 那是阿尼尔跟盐尔尔尔尔尔圭尔尔 那是阿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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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 gladi- 还有一个叫 这个也停一下啊, 再对照一下, 跟这个, 跟这个微软公司提供的这个语音差别, 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 我还是把这个微软的再调回来再停一下啊, 再停一下。 这当前是使用微软的, 但如果你只能联聚整篇文章这样的, 现在音效清晰好像差别还不是非常大, 但是假设你要是单词, 每一个单词手通录入, 让它一个单词, 一个单词,如果你要是使用一个单词, 一个单词的录入, 然后一个单词, 一个单词的朗读, 那音质的话差别就会相当的大, 非常大。 就是一个单词, 一个单词能不能, 每一个单词都读得非常发音, 非常纯正, 非常接近正常人的语音,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后期需要每一个单词, 当你在录入的时候, 我们要马上听到它的声音, 然后方便我们嘴巴去模仿, 所以这个音质的话一定要足够好。 现在我们就去安装一下那个语音引擎。 我们打开浏览器啊, 百度里面稍微一样的, 我们去安装一个, 就是我个人在长期在用的,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音质比较不错的, 这个语音引擎。 其他的语音引擎其实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新的语音引擎出来, 大家可以都可以自己, 平时有空都可以去多试一试。 那我现在的话, 给大家推荐两款, 就是美式发音的这个, 发音比较不错的语音引擎。 语音引擎有分很多种的, 有音版, 音式版的, 音式语音的, 也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语音引擎。 你要寻找的话, 就是说你接下来想要模仿哪个国家的语音, 你就用哪个国家的语音引擎。 像这个, 像这个, 像这个你看, 我看我现在当前所使用的语音引擎是, NEO Speech, Speak, Speech.com, NEO Speech, 是, 我现在目前使用的这个, 刚才测试过两个, 一个是Cater, 还有那个Pro, 那个两个人的语音引擎是, NEO Speech, 这个公司提供的语音引擎。 百度里面搜索, NEO Speech, 然后呢, 可以直接添加, 直接这样, 加个下载试一下, 加个下载, 然后回车一下。 那这很多啊, 很多啊, 可以下载。 现在当前已经在网上已经有很多, 有很多这个完整的这语音包, 你就找到它, 然后就下载下来以后, 就安装它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里, 这很多啊, 我就, 我就不一一点进去了, 自己点进去, 然后去下载它就好了。 下载完成以后, 就, 我们就开始安装它。 我现在这里已经下载好了两个这个安装包, 已经下载了这个Cater和这个Pro, 这两个人的语音包。 那安装的话也很简单。 上机一下。 因为我电脑里面已经装了, 我就稍微再示范一下, 然后大家就直接再安装就好了。 无非就是点击, 然后等它解压, 解压完成以后, 然后稍等片刻。 这个时候就正在准备安装的啊。 然后呢, 接下去就点击这个界面跳出来, 以后就开始点击Next下一步。 那在正常的界面的话, 你应该是显示就是提示你安装, 然后点击下一步, 就Next, Next, 一直点击下一步, 一直到结束就好了。 因为我电脑里面已经安装了嘛, 所以它这个都跳出来, 问你的是否要修复啊, 还是要重新再修改, 或者说要删除哈。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安装了。 就这个东西安装的话, 不需要讲太多简单的东西, 就一步一步安装, 找个文件夹, 你要安装在C盘和D盘, 选中它, 确定就好了。 我就不演示这个了。 当你安装完成以后, 当你安装完成以后呢, 你就会在你的其他的以后接下去的, 我陆陆续续要讲的一个课程里面, 你就可以在这个语音群里面, 会看到, 当你要选择语音群以后, 会多出两个课程。 或者三个, 或者你装多少个语音群, 它就会呈现在这里面, 然后就供你以后使用。 就是先把这个语音群先装到你的电脑里面去, 然后供你以后未来的话, 就是要应用它的时候, 可以有个选择的机会。 关于安装语音群的话, 就暂时先介绍到这里。 那对整个Windows操作系统, 把它改造成这个纯英文版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 然后的话, 里面把以后将要发挥重大作用的这种语音系统呢, 暂时先把它安装到这个系统里面去, 然后接下来有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软件啊, 还有重要的各种应用啊, 各种非常神奇的各种效果的话, 就将在接下来的这个试题里面, 逐步一项一项的展开。 那么这节课的重点就暂时先讲到这, 然后的话, 我顺便再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给我底下的一个留言。 这个叫前华曲的网友就问, 就是, 为什么我的Wiwork手机里面没有找到协助的功能。 而国产的手机, 一般国航版的手机的话, 它有的部分功能可能会被阉割掉, 然后我建议大家就是最好能够把谷歌的套件给它先刷上, 然后的话才能够正式的安装谷歌整个完整的那个生态链。 然后的话, 那个, 那个英文的话, 因为我平时使用的, 我是一直都用英文版的, 中文有的时候没看到英文,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说什么。 我平时使用的, 直接就用英文的, 所以我, 因为针对它的问题, 我特别查了一下, 就是, 中文版它翻译成了无障碍。 如果你还是没有的, 还是一样生态链的问题, 还有一个版本, 版本的话, 你, 我前几集在第五集以后演示的, 这个手机的版本是在安卓6.0以上的版本。 如果你的手机的版本太低的话, 可以适当升级一下, 让6版本以上的那个手机的功能, 相对来讲比较非常好用, 比较操作也比较, 也比较顺手, 然后谷歌服务框架一定要装上, 服务套件装上去以后, 就应该功能就齐钱了。 有个叫恒青的网友, 就是说, 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在内地下载的LINE, 用VPN登录以后, 只能发文字, 不能发视频和图片, 并且头像图片也不显示, 这是怎么回事。 那LINE这个软件, 具体的软件的话, 我就不知道, 因为每个软件的可能功能不同。 但是从大的方向来讲, 一般的话就是说, 你打开一个网站, 一个网页, 你如果显示的页面不完全, 比如说, 它只显示了页面文字的内容, 但是视频又不能播放, 或者有的功能切失了。 这个大部分的原因就是, 你虽然使用了代理, 但是并没有完整的代理。 那一般正常的一个页面的话, 它是有的时候有两三个网站同时提供内容。 它不是单一的网站, 就是有, 其实有两三个IP地址, 比如说, 你打开一个YouTube一个网站, 然后背后还有另外的两三个IP地址里面, 也正在网里面供内容。 但是你代理的话, 你是针对这个, 如果非前局, 你只是把YouTube这个网站内容加到这个代理程序里面, 另外两三个没有用到代理, 那么你就肯定显示这不完全。 所以的话, 你只要应用上前局代理, 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 就是一般是常识是这样的, 然后具体的软件的话, 如果是属于软件的问题的话, 你就根据具体的软件, 具体的去处理。 我是指, 如果你正常在打开网页, 或者使用这个代理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了部分内容不能显示,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使用前局代理的原因造成的。